這裏是多倫多市中心 其中一條白馬的街道 叫做 York Street Y-O-R-K 即是約克街 約克街這個名字是來自英國的 英國美好的地方叫約克棍 所以那些英國人去了美國 我去到美國的地方叫紐約 實際都是這樣來的 那些 York 的人去了美國 覺得那地方好像英國的 York 改了名字就叫做紐約 即是紐約也是這樣來的 我以前就在這條 York街上 一間西餐館和酒吧那裏做的 名字就叫做Kick K-E-Z Kick K-E-Z 名字是小的酒桶 即是裝酒的桶 不過是小的那種 這間就是我在這裏做的 就叫做Kick Steakhouse and Bar 它最出名就是吃牛扒 這間就是黑色的建築物 現在就是下週兩點多 我以前就在這裏做了有成八年 這麽長時間就在這裏 就叫Kick K-E-Z 那它後面那裏就是一個酒店 Shelton 即是香港叫做喜來登 喜來登酒店 那它大約有好像有七百間房 那就有成三十幾層高 那這裏就等於香港來計算 就是等於是中環的地方 那在加拿大 你看看你覺得它真的人很少 在街上那些人 不過現在不是下班時間 也不是很多人 在這裏吃一個牛扒 大約要 如果在 武漢市那些 大約要 二百 二百二百二百五十元港幣 這個黃色的就是學校巴士 即是那些學校就有學校巴士的 School Bus 那我現在就在這個 Shelton 喜來登酒店那裏 那裏 中日的天色很好 那雖然有些風 那這條街就是大約 我望在後面 看著我在這裏做事的產品 在後面那條街 即是它就是安拿六湖邊 在這裏就還有一間酒店 就是叫做 希爾遵酒店 希爾遵酒店 就在我的左手邊 我現在過馬路先 我現在一路過馬路 我現在一路過馬路 這裏叫做Richmond Richmond Street 現在就是希爾遵酒店 現在就是希爾遵酒店 我現在就在我走 就好 那一路過馬路 這裏叫做馬路 我現在就在這裡 我現在就在這裏 那一路過馬路 我現在就在那裏